当时在现场在外围摸牌的时候 发现他是跟他的家属一起在聚餐的 如果说我们全部执法员 一共七八个人一起一窝蜂的进去抓捕他 可能会让他的家属还有亲戚 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所以当时我是带了另外一名执法员 然后假装是他的朋友 进去跟他打招呼 让他跟我走 其实这些嫌疑人通过跟他们接触之后 每一个嫌疑人都不是说天生就想走到 这些走私还有犯罪的道路上面去 他们只是说赚了一次 觉得这个走私的钱很好赚 办案不单单说是要怎么样去固定这些犯罪事实 然后把这些嫌疑人说定他多大罪啊什么的 然后把他搞得家破人亡什么的 我们也是想怎么样能够合法 然后合规的 能抑制这些嫌疑人再继续去从事这些违法的犯罪活动 让每一个社会上的人员都能够正确地走到一些正规合法的做生意的道路上面去 这些嫌疑人再继续去做生意的道路上面去做生意的道路上面去做生意的道路